醜聞不斷 巴西奧運已被禁藥淪陷 比約奧運的爛度 應該還沒到史上最爛的一次 只不過發生了幾起搶劫案 不過這也是巴西的日常啊 一點都不意外 比較嚴重的是 這次奧運的打藥風波 一波又一波的發生 喔不是只吸毒那種打藥啦 我們是在說 運動員打針吃藥的那種 我沒有針對誰 可是中國和俄國 你們來發表一下用藥感想啊 美國棒球你的看法呢 俄國人流行課藥 課到連身杖奧運隊都被禁賽了 喔還有最愛作弊的中國啊 他們游泳選手林哲陶 和最愛哭哭的孫陽 就曾用過禁藥被抓包 不過這也要怪奧運會放縱這一切啦 不然怪我喔 其實這個世界也不用再定什麼規則了 比起禁止一堆增強體能的藥 不如大家一起打藥開轟吧 然後把奧運改成藥運 唯一的規則就是沒有規則 這樣的比賽看起來一定超爽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